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音乐界掀起了一股热潮 而这股热潮背后啊 其实是一支精心策划的营销团队的功劳 通过观察多个现场活动 我发现周深的团队在视频领域大力推广《弱梦》这首歌曲 尤其是在大合唱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截至目前这首歌的实时听歌人数在凌晨时段突破了一万人 这在凌晨时刻时数罕见 那么为什么这首《弱梦》会如此爆红呢 除了周深出色的唱功外 通过多家短视频平台的出彩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大众更加喜欢这首歌的合唱部分 不得不说 《弱梦》的副歌确实非常适合大合唱 而且在演唱过程中 周深刻意引导粉丝一起合唱 进一步增强了现场的气氛 若没有这些合唱的支持 副歌部分就无法达到如此震撼人心的效果 相比录音室版本现场演唱带来的混响和生米大合唱更加的突出了歌曲的魅力 过去我们一直为周深的歌曲能否在市场上脱颖而出而担心 因为这些高难度的歌曲在营销方面确实很有挑战 但现在我看到了生米团队的实力 也看到了线下力量在互联网上的潜力 这才能够让《弱梦》这样一首歌成为爆款 不过 我对于周深的团队是否意识到 应该在近期大力宣传《弱梦》充满了疑问 大家要明白 尽管周深有着众多代表作 但对于下沉市场的听众来说 他的知名度还不够广泛 通过短视频的曝光后 《弱梦》的传播性已经得到了证明 因此应该大肆的宣传 将其打造成周深的代表作之一 这也是为巡回演唱会铺路的重要一步 作为一位演唱会策划人兼狂热的周深粉丝 我不敢妄言他的演唱会有多么成功 但我可以感受到 现阶段的周深仍然需要更多的作品来 吸引下沉市场的关注 每一首突破万级别的爆款歌曲对于主流歌手来说都是质的突破 如果周深决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举办演唱会 我建议他尝试在体育馆进行试水 因为目前的人气已经足够支撑他在体育馆开演唱会了 至于体育场可以根据巡回演唱过程的表现再做考虑 除了《弱梦》其他歌曲也可以尝试现场合唱 生米的唱功值得肯定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我现在就去听《弱梦》了 一番走心言论戳中了很多歌迷的泪点 没有像其他明星 但为了蹭热度只是在微博简单的写了一句高考加油 而是真的站在了考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如果说周深的微博发文是在助力考生 那么这次在毕业歌会的高能现场 就是送给金榜提名的学者最完美的一份礼物 两者之间看似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戏品的话就会发现周深始终都在尽社会责任 发挥模范带头和榜样引领的作用 这是为什么周深可以成为央媒宠儿的真正原因 有责任 有态度身上隐藏了很多闪光点 值得我们一一解锁 值得一提的是换做其他音乐集 央视压根就不会高度重视 但成都欢乐谷毕业歌会一上来 就受到了全网50家媒体的转发 杨梅更是对周深的舞台表演 进行了直播和点名胜赞 可见周深在各路官媒的眼中地位有多高了 无形当中又一次奠定了自己 在华语乐坛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 表演舞台只见周深穿了一件蓝色衬衫 搭配黑色长裤 这跟歌迷为他营造的蓝色海洋 十分契合 素颜登台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一边鞠躬一边跟歌迷打招呼 没等走向舞台中央 就掀起了台下歌迷们的阵阵尖叫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四川歌迷们的热情 看到现场观众如此热情 周深的心情既开心又紧张 令人不禁会想起之前 在魔读音乐会上的名场面 第一首《弱梦》 该曲目是周深为电视剧《雨军歌》 现唱的一首OST主题曲 自打上线之后 持续的霸榜各大音乐平台 如果不是因为周深出新作品的速度太快 这首歌会持续领桃榜单 前奏一响 周深神仙开上 一开口第一句就征服了全场的观众 充满辨识度的嗓音一听 就是现场全开麦 强大的感染力 没等进入到高潮段落 歌迷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就是周深的舞台魅力 每次每句都能击中歌迷的灵魂 前半段还是个人solo 唱到这一句往事流转在你眼眸 一边遗忘一边拼凑时 引发全场大合唱 活生生把一场毕业歌会 变成了个人演唱会 从头到尾 没有任何一个费镜头 唯一的不足啊 就是感觉这首歌太短了 感觉刚听上头呢 就结束了 表演完后 非但没有急于演唱第二首歌 反而还跟台下的歌迷 开启了零距离互动 走心发言 直呼 有种给自己弥补了一个毕业歌会的感觉 并且十分巧妙地给下一首歌做了铺垫 希望每一个追逐梦想的璀璨冒险人 都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璀璨 简单一句话 拔高了整场歌会的高度 相信不少歌迷都跟我一样 每天都会无限循环这首璀璨冒险人 该曲目是周深为斗罗大陆良心打造的一首 动漫OST 由钱雷普曲 郑志患 曹德志 陈晓信填词 唯美的旋律和充满意境的歌词 完美诠释了璀璨冒险人的坚定与勇敢 前来不愧是花语乐坛的 作曲天花板 每次跟周深的合作都会擦出不同的化学反应 唱功自然是不用多说 开口就贵 看周深的舞台表演 如同看了一场殿堂级的表演 情绪层层递进 每句歌词的深度都被周深的教科书式唱功诠释的淋漓尽致 直到rap的段落 周深再次把舞台的氛围宏托到了极致 那人不禁感叹啊 舞台上的周深永远都是最亮的那一颗星 此前在时光音乐会二演唱阿杜的安迪时 就已经让我们见识到的他的rap功底 而这一回在音乐会上的表现也算是再续经典 某种层面来说周深代表了所有普通人 背向光的英雄 每张轮廓出自平凡的沉默 如此走心的rap又有谁能抵挡得住呢 毫不夸张的说 周深在毕业歌会上的炸裂表演 足以载入华语乐坛的史册 如同前来说的一样 你可以永远相信周深的现场 事实也再次证明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两首曲子表演完后 周深实力充分回到了舞台中央 又清唱一段一期一会 难怪啊 央媒会频繁的转发周深的舞台表演 全场满满的感动 只是一句清唱就俘获了万千路人的芳心 不知道大家都看了周深的表演舞台没有 你们都觉得如何呢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